炎雅倫今年捲入MeToo风波 被网红耀乐控诉 在两人过去交往期间 炎雅倫违法自己意愿强制性交 且偷拍影片并外流 然而炎雅倫否认性侵 声称拍摄影片也有向询问对方 但不知为何影片外流 在耀乐开记者会时情思出面道歉 而炎雅倫被控强制性交 最终结果出炉了 检方调查影片认为 两人是面对面状态 且耀乐在发现影片外流后 对话记录中并未提及 是在不知情情况被偷拍 因此认定没有违反医院性交和拍摄 给予不起诉处分 耀乐不服申请在意 而台湾高等检察署 昨日驳回在意 不起诉确定 不过炎雅倫人一而绍性剥削防治条例 被起诉两项罪名 查扣手机后确认 他曾两度将影片传给网友 单位散布供多数人浏览 将在12月21日传唤出庭 过去 刚才影片下帮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